反正也就高三最后一年了 到了大学至少比高中要轻松 真是的 为什么只是领书也要穿校服啊 虽说校服的确很漂亮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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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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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嗯嗯嗯嗯嗯 难道是其他什么话的香味 嗯 恶魔的温柔 春户初次见面的人为恶魔 林花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喜欢石蒜吗 石蒜 石蒜 是说这些彼岸花 不 只是看他们看得太旺 稍微多看了两眼 国内说到时算的话 确实一般指的都是彼岸花 不过彼岸花这个称呼啊 其实通常只是日本的叫法 而且是仅限于石蒜种 以及白花石蒜这样的变种 是吗 好像有点复杂的样子 不过才高一九发育的这么好了 还真是羡慕啊 你在说什么 哦 那边黄色的石蒜属于黄花石蒜种 在国内的名称是 呼的笑 所以比岸花 就只有红色和白色这两种 嗯 因为白色只是红色的变种 就像是 一元硬币的两面 那呼地笑就是五毛硬币了 不过呼地笑的花 可比红白的要大多了 所以稍微纠正一下 我刚刚说的 比岸花 应该只是一毛的硬币 可我听说 比岸花好像还有蓝色的 你是说 克莱因蓝比岸花 我不知道名字 只是见过照片 大概是很喜欢蓝色吧 笑什么 我说错什么了 不 不是 这所学校还真是奇怪 糟了 一不小心给高一的学妹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了 不不 好像一开始 是我先食言的 不想要干净的 明显 不是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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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你头发挠得我鼻子好痒啊 我要打喷嚏了 小文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吃惊的样子 因为他昨天去我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吃过了 对啊 本来是准备下午来学校领书的时候给你们看的 结果紫苏你一个人先偷跑了 没办法哟 上午的天气稍微凉快一点嘛 女神的话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嗯 紫苏你说什么 啊 你刚刚说的女神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他照君子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样子 然后就说 看见女神呗 然后就说 看见女神呗 嗯 小微 你还真是了解我啊 你看 我就说吧 你看 我就说吧 嗯 但是这次你是真的猜错了 听我说啊 你刚刚在办公时间都转校生了 转校生 想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 班主任没和我说过 浅宇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紫苏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问你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才没有好吧 我说的是真的 那你一大早不来教室 先去办公室干嘛 因为昨天来的时候 忘记带水家的苹花调研了 班主任让我今天一早就交过去 嗯 确实是有这事 好吧 误会你了 你继续说吧 但最好的两个闺蜜误解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想说了 不说算了 紫苏 陪我去一下厕所 嗯 好 你们 不是要去厕所吗 对啊 怎么了 那你们怎么还坐着 突然又不想去了 哦 紫苏 你要去吗 呃 我觉得应该能忍到听浅宇说完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讨厌啊 赶紧说 不说我们走啦 我刚刚去办公室交流花调研的时候 班主任正在和一个超漂亮的黑橙池说话 等 等会儿 超漂亮的什么 嗯 黑橙池啊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说话的时候不要总是用一些一般人完全听不懂的词语 好吧好吧 就是和一个超漂亮的黑色长直发的女生说话 一开始就这么说嘛 真是简称啊 我们CG圈里都是这么说的 嗯 算了啦 小微 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的 然后呢 那个女生怎么了 哈哈哈 那个女生长得超级重点哦 嗯 那个女生长得超级重点哦 很漂亮嘛 比小微还漂亮 嗯 怎么说呢 嗯 怎么说呢 如果是娶老婆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小雯更好 但如果是恋爱的话 我想大多数人应该都会选择那个女生 因为结婚的话会考虑很多其他的事 不能只看外表啊 而且和自己结婚的人 也不一定是自己最爱的人吧 唉 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尤其是那个眼神 有种不神经烟火的感觉 选择就像女神一样 是吗 那之后你可要好好地和你的女生搞好关系呢 嗯 那当然 小雯怎么了 会不会是觉得 你刚刚对两个人的评判不太公众 不会啊 我都是站在很客观的角度下评判的 是吗 那我以后也客观一点 关于你带手机到学校还有抄作业的事情 不要啊 学狗叫 学猫叫 娘 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那个女生不是高一新生 而是转校生 不会这么巧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